對,聽起來好像很欠揍,但真的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想要說的話,就趕快請餵母奶吧 颱風要來啦 聽說明天跟後天是今年的第一個颱風,即將要來到台灣 啊,我明後天都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希望不要打亂我的行程,拜託 因為颱風要來呢,所以今天要先把一些事情先處理起來 第一站我們先去辦理停車位 我找到停車位了耶 OK,謝謝我一個好朋友,算是幫我找到一個還不錯的停車位 而且兩個月只要三千塊,非常的便宜 所以現在呢,我們先去登記一下,把它登記起來 過幾天呢,我簽車之後呢,就可以直接停進去了 太棒了,好,非常謝謝這位朋友,感謝你 yes,搞定了 好,終於有車位了,而且住到一個很便宜的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環境 之後呢,可能就是騎摩托車到這邊 然後來這邊換汽車這樣 離我們家呢,大概 三分鐘吧 三分鐘就可以到這邊,所以算是蠻近的 OK,走吧,現在來去 背一點糧食 因為你知道明天跟後天呢,颱風會來 所以我很擔心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吃 而颱風天呢,還是盡量不要叫外送 因為外送真的太危險了 所以我還是自己背一點糧食 好,好,好,好 果然很多人都出門屯樑 超多人 OK,這樣子應該夠過兩天了 買了一些肉跟菜 可以煮個兩三餐沒有問題 我的乾 kok 8 16 826 826 280 你不歐 8800 8.880 860 860 860 我有買了我最愛的咖哩飯 又完成啦開心咖哩飯兩人份就可以吃一頓很棒的晚餐 開動好餓喔 Cody呢現在大概是一個月又24天 也代表呢蘇珊已經生完大概一個月24天了 很多朋友呢一直在問說蘇珊到底怎麼瘦下來的 怎麼變那麼瘦 好如果你們有看我們很早的影片的話呢 你應該發現蘇珊真的很瘦 媽媽真的都很偉大 你知道嗎女生都很愛美 可是她為了要生小孩呢就要犧牲她的身材 或者是犧牲她的一些長相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媽媽真的很偉大 蘇珊是怎麼瘦下來呢 我們今天就請到本人了好不好 請到本人自己跟你們分享 首先我必須說我真的沒有特別瘦 應該是因為胃母奶的關係啦 就是人家都說親胃母奶的話你就會自然而然的瘦很快 所以我覺得親胃Cody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我平常我是非常不認真的在做核心運動 所以多多少少一些影響吧我猜啦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還是 還是因為Cody親胃的關係瘦下來的 所以我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去做什麼任何的運動瘦這件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對啊因為我們有查一下 好像親胃真的可以消耗很多的卡洛林 所以如果問我們說是總瘦下來的話呢 可能沒有應該就是親胃吧 沒有 希望有解答到你們的答案 嗯就是對聽起來好像很欠揍 但真的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想要說的話就趕快請胃母奶吧 今天呢又有一個消息要來跟你們宣布了 是什麼消息呢 就是 我們的頻道呢準備要1萬訂閱了 很多朋友呢都其實沒有特別認識我們 因為大部分的朋友呢是從水中生產的影片裡面才認識我們的 所以呢我們決定拍一集Q&A的Vlog 那如果你們有對我們有任何的問題想要知道我們 關於我們的什麼事情呢就在以下留言 那之後呢在1萬訂閱那集的Vlog呢 我們就有機會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好所以永遠留言好不好 我們會盡量挑多一點留言來回答你們 加油加油朝1萬訂閱邁進 Let's go 按那個鈴鐺 個用大獄 sends按鈴鐺 你說得很愛哦 你會在床 mí